欢迎来到这一节全球现场 我是孙艺珍 首先为您来插播最新国际消息 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 今天在老家巴头丁的神社 宣布参选9月27日投票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这是石破茂第五度问鼎自民党总裁大位 他表示说是自己从政38年以来 集大成的最后一战 石破茂现年67岁 1986年首度当选众议员 并且12度当选 他在2008年的时候 首度参选自民党总裁 至今四次都遭到挫败 尽管他在民间的声望高 但是党内人员欠佳是致命伤 而石破茂最近来台访问期间 刚好碰到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不再参选竞选总裁 石破茂当时就表达要参选议院 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 大陆外交部今天也宣布 因应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 王毅的邀请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将于8月27号到29号访问中国大陆 举行新一轮的中美战略沟通 美国白宫在稍早宣布的时候 提到苏利文前往大陆访问 将与王毅讨论包括南海与台湾问题 我们一起来听 我认为 We're still struggling with in terms of thi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hinese companies support Russia's war in Ukraine 好的 那麼大陸外交部的聲明指出 蘇利文是因應王毅邀請訪問 這將是2016年以來所謂訪問大陸的白宮國安顧問 美國媒體報導也指出 蘇利文下週訪問大陸是為了習近平與拜登 今年稍晚可能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舞所做的準備 而這次的會舞的時間點 可能會是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兩位領袖出席在巴西舉行的G20領導人峰會 習拜可能會利用這個機會舉行峰會 好 再來看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川普在當地時間23號在亞利桑那州舉行的造勢演說當中 嘲諷對手賀錦麗對民主來說就是個威脅 而且指出他沒有通過正規流程參加初選 我們一起來聽 好 那麼不過呢 賀錦麗他其實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在民主黨全代會壓軸登場炮火全開猛轟川普 批評川普是個不太震驚的人 並且貪圖權利不是為了國家和人民 若是讓川普重返白宮的話 後果會非常的嚴重 而當時正在收看電視轉播的川普 聽到一連串的批評就打電話到福斯新聞台 瘋狂反擊賀錦麗 十分鐘之後遭到電視台中斷了連線 留下錯愕的觀眾 好 我們接著來看到 美國民主黨全代會才剛剛落幕 兩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團結氛圍 川普遇刺後的悲壯情緒 將跟共和黨人的團結推上最高點 而拜登退選交棒給賀錦麗 全黨是鬆了一口氣 取而代之的是 尊拜登打川普的歡樂民主黨大會 先看到民主黨大會 在口號和標語上的設計 是更有創意 民主黨還刻意加入了愛國的元素 除了發放國旗 中間還穿插歌曲別有巧思 整體而言 民主黨全代會就像粉絲見面會 相較之下 共和黨全代會氣氛 算是比較悲壯的 川普是展現出儘管遇刺 依舊帶傷站在台上 團結了共和黨的氣勢 充分展現美國英雄形象的精神 也看到了今年獨立參選 美國總統的小羅伯甘乃迪 在當地時間23號宣布正式退選 並且公開力挺川普 他表示他跟川普在邊境安全 言論自由和結束戰爭的問題上立場相近 宣布退選後幾個小時 他就首次出現在川普的造勢會上 他的行為也被甘乃迪家族批評為叛徒 此外川普也承諾若是當選要成立一個獨立總統暗殺委員會 要公布與甘乃迪遇刺案有關的文件 另外小甘乃迪也曾向美國人民承諾 若是自己成為大選的攪局者 他就會退選 他如今只不過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諾 那麼看到川普在日前其實有表示說 他很欣賞小甘乃迪 若是他退選會考慮任命他擔任新政府的職務 小甘乃迪一定有關可以做 美國民主黨全代會壓軸日 賀錦麗在壓軸的演說中 闡述他的外交政策 要讓美國在21世紀繼續領導全世界 跟點名中國不會取代美國 繼續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根據報導 最新民調數據是顯示 賀錦麗在全美國平均領先川普3.3個百分點 支持率為47% 而川普的支持率為43.7% 美國媒體也分析 賀錦麗取代拜登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才 一個月的時間就創下了最大領先優勢 顯示民調正朝著有利賀錦麗的方向去發展 那川普其實毫不遲疑 在全代會結束之後 立刻炮火猛烈 直接攻擊賀錦麗 川普與賀錦麗在首場電視辯論的日期 也正式地敲定了 將在9月10號晚上9點在費城國家憲法中心舉行 兩人已經承諾出席了 到時候由美國電視台ABC News舉辦這場總統的辯論會 好 那麼來看到 曾經以獨立參選人投入美國總統大選的小羅伯甘乃迪宣布退選 並且就在同一天為川普站台 呼籲選民要支持川普重返白宮 外界認為小甘乃迪退選 除了因為民調下滑 還可能是在賭川普勝選以後自己能夠獲得官職 而聲勢空前的賀錦麗則是在民調上擴大領先差距 曾被視為美國總統大選第三勢力的獨立參選人 小羅伯甘乃迪投下震撼彈 宣布退選 轉而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川普 他隨後馬不停提到亞利桑那州和川普同台造勢 兩人從競爭對手變盟友 笑著握手讓全場支持者歡聲雷動 從拜登退選賀錦麗上位後 小甘乃迪的民調從7月初的15%一路下滑到5% 這位出生於民主黨政治名門 甘乃迪家族的政治人物 譴責賀錦麗沒有經過初選 就被選為候選人 外界分析 他的退選會對旗鼓相當的選情造成影響 而他挺川的原因 可能是在賭對方勝選 自己有望獲得官職 你也會考慮他在政府中置項上嗎 你問我一個非常不平常的問題 我還沒問過這個問題 我喜歡他 我尊重他 我可能會 如果這樣發生的問題 前一天在民主黨全代會上 賀錦麗誓言做全民總統 成功營造黨內團結氣勢 最新民調顯示 他的支持率47% 領先川普3.3個百分點 連挺川普的前福斯新聞主播 也在網路直播中大喊 川普快輸了 而川普顯然也很焦慮 他在賀錦麗演講時 30分鐘狂發37條推文 還call in 新聞台 一連10分鐘砲轟賀錦麗全程空談 最終被主播打斷 中斷連線 記者 無疆綜合報導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